每一個人應該都會有那種 很無助很孤獨的時候 那這首歌是希望說 每個人都可以成為 那一顆會發亮的星星 我要拍夜空裡的光的MD 然後因為我要就是 在比較高的地方拍 所以今天有一些裝備 大家會發現我的那個 肚子變大了 對 整一圈有沒有 待會兒要掉鋼絲 我們要準備出發了 我們試題一下 好 現在這樣有東西會痛嗎 不痛 因為第一次就是 坐在這麼高的地方拍 我想說我是不是要先去做個摩天輪 習慣一下那個高度 在緊張嗎 看到這麼高以後 對啊 滿興奮的 因為這裝備很像那個 你有看進擊的巨人嗎 那個地體機動裝置有沒有 這個會噴出去很像蜘蛛人 然後你就可以在那邊飛來飛去 夜空裡的光其實就是呼應我 第一張專輯的那個概念 因為我第一張專輯是什麼 躲走太陽 然後它就是在黑暗中找一束光的概念 那這一次夜空裡的光呢 想說一樣是在黑暗中 但試試看能不能自己成為 夜空裡的光 導演也特別幫我設計了這個劇本 就是各行各業的人 他們都有自己的苦惱跟煩惱 可是其實最終他們自己都還是可以 有一個自己的星球然後會發光 看到這個景就覺得好像來到了外太空 變成一個太空人了 這個就是小衛星球 它那個環境就是燈都黃黃的 然後外面那個土星的那個圈 它一直在晃 我就覺得我好像在那個搖籃裡面這樣 我沒有拍過這麼想睡的地方 這邊其實蠻特別的就是 白天到黑夜轉換非常穿 只需要大概一到兩秒的時間 我們來看看現在是白天 哇馬上就變成黑夜了 對不對 白天不懂夜的黑夜 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心裡的光 然後保持那個溫暖 我們照亮自己也照亮別人 火不知再到妄想 我們都是夜裡的光 我們都是夜裡的光 我們都是夜裡的光